最疼媳妇家婆就是她!薛家燕豪花近两千万娶媳妇,大宋半山豪宅!网民,好羡慕啊! 薛家燕的儿子石耀婷与女友Zoe将于6月结婚,婚宴分两日举行,6月11日在周济酒店及6月16日在六公馆。 家燕姐心情兴奋等做奶奶,她疼惜儿子更爱未来媳妇,据称家燕姐喝这杯媳妇茶薅花4000万港元,约1970万令吉。 两日豪门婚宴外,她更送2000万港元,约985万令吉,西半山豪宅给儿子做结婚礼物。 昨日家燕姐接受明保电话访问,她孝典儿子以下命令,婚宴上新娘子要最漂亮,妈咪不能美过她的老婆。 薛家燕日前陪同儿子石耀婷过大礼,亲自将一蓝蓝金器,生果,还未送到未来媳妇Zoe家。 Zoe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,获大礼的阵容强劲,精细金光灿烂,金珠牌也有多款,包括一串有六大块的金珠牌。 又有两对特厚的龙凤卓,价值40万港元,还有其他首饰与名贵海味。 Zoe在网上留言,I think all those golden pigs are hinting something,或大礼,礼成,mrmrsc soon。 看到那些鸡猪牌,家燕姐太想保孙了,Zoe也收到未来奶奶的心意了。 家燕姐接受访问,她称过大礼的礼物逾一百万港元,最重要取个好一头,特别感谢代言多年的海味店送上十多万海味。 问到未来媳妇Zoe笑纸六块金珠牌有暗示,家燕姐笑纸是嫁娶公司说多金珠寓意儿孙满堂。 儿子的婚宴分两日举行,她称6月11日在洲际酒店延开53围,因为有好多宾客,但又担心太紧迫。 6月16日在六公馆的婚宴主要是儿子跟Zoe的朋友。 她说,这几天我好紧张,我要逐一联络邀请的宾客,通知婚礼日期再送上席帖。 我怕会请露亲友,这几晚都要核对宾客名单。 家燕姐要亲力亲卫,这是邀请长辈的礼貌。 提到她以2000万港元买豪宅给儿子做结婚礼物,整个婚礼的花费是否4000万港元。 她笑说,不要讲钱,我不想令人误会是炫富,总之好开心棒的好看就够了。 家燕姐称有其他物业给儿子选,她选在附近方便见面,互相有照应,Zoe拿手煲汤,会经常拿给她喝。 她又说,子女也平等,将来女儿出嫁也一样,她拥有的都是留给子女。 问家燕姐在儿子的婚礼上是否最美丽的奶奶,她说,我还在为礼服烦恼,我也会穿中式裙挂还有碗装。 儿子跟我说,当晚全场最美是新娘子,我只能第二美,不可以抢媳妇风头,也不会穿着低胸婉装了。 家燕姐买了一批首饰给佛威外,也会将家传之宝送给她,是当年家燕姐妈咪送给她的语气与红宝石首饰,可想而知,她是如何疼惜媳妇Zoe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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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